南市博会昨天盛大开幕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在两平方公里内的市博园区内 再歌再舞庆祝这次盛会 中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首次聚集海外 组成中国企业联合馆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 中国企业联合馆以传统的庆祝方式正式开馆 没有种族之分 语言不通也不是障碍 市博大幕再次拉起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 尽情展现属于各自国家和民族的风土人情 我们现在跟随的这支队伍呢 是来自五大洲的一个游行的方阵 应该说这样一次欢乐的游行呢 也是将这次市博会在开幕之初呢 就把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 在阵容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老人有小孩 他们宰歌宰舞跳着欢快的舞蹈 应该说这样的次游行呢 把整个市博会呢 都变成了一次大的聚会 米兰市博会是中国第一次 以自建馆的形式参加海外市博馆 中国国家馆 中国企业联合馆及万科馆三馆 创下了中国在海外市博会建馆的记录 其中中国馆占地4590平方米 米兰市博园中仅次于德国馆的 第二大自建国家馆 中国馆中最亮眼的是 两万多根LED发光麦杆组成的希望田野 加上稻作文化 哈尼梯田 桑残文化 茶文化等展览项目 充分契合本届市博会 滋养地球 生命能源的主题 中国企业联合馆则由上海市政府负责承建 云集了中国多家著名企业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举行的开馆仪式上 传统的舞师表演赞足了人情 你们将看到以中国航天 中国商品 中国软车 中国宝钢 中国海运 上海电器 彩虹鱼 每段时间有位代表的 在天地海领域的科技创新 我们也更多的欢迎 我们意大利企业 欧洲的企业 通过中企馆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企业 让他们更多的在中国投资发展 把我们的钢结构展示在这里 把我们的经营理念 和我们的企业文化展示在这里 那么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让欧洲人民 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宝钢 中国的三座场馆 都已正式开门迎客 接下来半年的展期内 这三座展馆 将分别举行多场主题活动 涉及经济文化 饮食 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 工方卫视特派记者 冷伟 沈操 吴家亮 米兰报道